6月14日,以《中国梦》《江博梦》为主题的《江博文化共享家》发布会在上海举办 现场发布了十部新电影片单 当天公布的十部新片题材类型广泛 其中文化巨制天狐狸视像炫富红弹 制片人罗伟穷将把天狐狸打放成一个大IP 几天还公布了将把家与富小的电视区《亮剑》和《血色浪漫》改编为电影的消息 著名演员王学斌也引而优责导 他通过一段VCR介绍了首次担当导演的《下凡的女神》 首先感谢《江博文化》对安福电影电视的两部新作的责入 一部是我自己编剧和导演的《下凡的天使》 《处女座》《诚荒诚诚诚》 但有了《江博文化》的支持 我会尽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好 并且好莱坞经典动作片而被国内观众所熟出的芬兰导演 Vaney哈林也出席了这次发布会 对中国的电影氛围大家支持赞 在今年发布的新片当中 除了知名成片人王维明 知名导演张天洞 刘刘等大家尔数堂诚的名字 剧情 陈建斌 王学斌等演员也快然出现在了导演的行列中